长期以来,奔驰一级和宝马五系一直就作为一种同档子高端车相互较量者 这不,这里就有一奔驰1200L的拟车主,拿着自己的爱车和宝马530对比起来了 他声称,他设下的那一款五系宝马的科技感都是选装出来的 选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属于本车标准配置 在订车时,根据自己需要或者爱好,直接进行选择的配置 选装主要是对汽车舒适性和实用性以及科技体验感的提升 530使用了M套件,具有运动感 车身侧面明显的M标识,也图显出运动定位 19英寸大轮圈,比普通豪华实体大一点 胎宽后轮270毫米,比1200L更大更宽些,操作起来更稳定 后备箱选装了电动开启,非常方便 1200L车主爆料,530内饰选装配置可以这么多,这么复杂简直惊讶 一级是一块iPhone50大屏 5系是两块中控显示屏触感灵活功能齐全 关键5系车的中控还能手势调节 但是一级车主觉得太浮夸了 该5系有座椅加热,还选装了座椅通风 不仅如此,该5系的高端音响,空调和无钥匙记录 行空内饰,后排和车中部,都配置的pad等都可以选装 选装的360度影像可以增大视觉效果 很适合女司机眼观八方 与车主对比了,觉得前排空间比一级小 而实际是5系整体空间还稍大于一级 5系方向盘倒是比一级更灵活 行驶过程中车身平稳性比一级好 综合起来,小编觉得无论5系还是一级 这本身就是两款不相上下的车 价格性能都很接近 只能说,购车的小伙伴在购买的时候 选购属于自己的个性配置不同而已 像上面这款5系宝马 原车的基础上选装了那么多智能化的东西 也是非常享受的